美少傅即将要和老公前往美国定居 可谁知一场车祸夺走了他所有的寄托 身为肇事者的大卫心里十分过意不去 于是便想办法去弥补 然而事情的发展超乎了他的想象 尤美今天十分开心 丈夫三岛与他在高级餐厅吃饭 并告知自己即将被美国提拔到美国任职 终于能搬离嘈杂的公寓 和肚中的宝宝一起迎接新生活 尤美心中充满期待 饭后立马去了姐姐家里报喜 谁知一个电话轰叫而来 三岛在回家途中不幸遭遇车祸 待到尤美赶到时 丈夫躯体已经变得冰冷 他扑上前去但已经无力回天 接下来的几天 尤美都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 举办葬礼时更是心情低沉 可好巧不巧 肇事者大为赶来了 他向尤美表达自己的歉意 殊不知他的道理 更加激起了遇难家属的愤慨之情 三岛长面地下 而他好发无伤 尤美愤恨的眼神直指大为 不禁又背上心头痛哭起来 其实大为也很无辜 当时他正常行事中 而迎面三岛的一个车胎突然爆胎 车身失衡 而因距离太短 大为不能及时控制车辆 最后酿成了惨剧 法律判处此事为意外事故 但在道义上 大为觉得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尤其是看到尤美脸上 悲弃愤恨的神情 让他身心沉重 而大为的老板也趁机刁难他 将其派到了偏远的青森工作 只因为大为把自己的女儿花子炮走了 老板一直耿耿于怀 虽然大为长相端正 工作敬业 但家境一般 无论在哪都是要门当户对的 大为服从了老板的决定 他带着一丝希望回到了家 跟花子说了自己 即将被派遣到青森的决定 本以为花子会陪自己一起去 可对方却面色凝重 养尊除幼的他 根本受不了那样的生活 花子佐勒留下了大为的房门钥匙 大为即将调走 他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三岛的妻子尤美 内心一直有着阴影 虽然自己没有法律上的责任 大为还是决定每个月 付给对方赔偿金 尤美根本不想看到 这个杀人凶手 但在日本女性工作实为不易 姐姐为了让她能存活下去 硬拉着对方和大为见面 但刚坐下来 大为便把这个月的工资明细 交给了对方 表示自己会按月补偿 一千五百元 一共支付十年 可尤美却表示 自己不想要什么钱 只想让丈夫回来 最后还是姐姐从中调和 这才确定下来 收到钱的尤美 并没有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她准备把钱给公公婆婆 而后尤美来到了医院 把孩子给拿掉了 没有父爱的孩子 童年是不完整的 她宁愿这个孩子没有降生 大为知道这个消息后 内心更加被不安所笼罩 她不敢进去安慰对方 正在犹豫的时候 床上的尤美大哭起来 她不想再看到对方一眼 大为只能离开 这是她在东京的最后一天 出发赶往青森后 这里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 破旧的建筑 彰显了这里的落后 不过老板还算热情 公司的女同时 一眼就喜欢上了 这个高大帅气的男人 领她前往宿舍时 想帮忙领包 但是被大为拒绝了 刚失恋又降职 又惹上交通事故 大为没有心情做其他事 尤美的处境很不好过 丈夫并未留下什么积蓄 她只能四处找工作 关于女性的全职工作 少之又少 她只能四处做兼职 大为的新工作也不太好过 老板将交通事故的事 当做八卦一般 传给其他客户和员工 这让她十分烦躁 但此来想去 还是觉得这件事自己有责任 她拿上这个月的钱 坐列车来到东京 虽然可以邮寄过来 但她选择了最为诚恳的方式 可惜一次也没见过尤美 都是由其姐姐带拿 而后大为跟之前的同事 一起喝酒聊天 同事告诉她 花子已经和银行总裁的 儿子订婚了 这个消息让大为有些难过 又有些释怀 也许离开了自己 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久后尤美收到了一封信 是公公婆婆寄来的 他们不想再接受尤美的钱 便选择将其在家谱上除名 这也代表 尤美可以寻找自己的新生活 但这让尤美很是难过 她努力照看好二老 为的也是能够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 可现在看来 大家都逐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只有尤美还活着丧福之痛中 公寓即将到期 尤美也付不起昂贵的房租 她收拾了东西 打算回到乡下 投奔自己的嫂子 好巧不巧 那地方正是青森 尤美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了大卫 大卫受宠若惊 她没想到对方能主动找自己 但尤美还是不开心 她将这个月的补偿金还给了大卫 表示自己和富家已经没有了关系 自己也不想接受 一看到这钱 自己就会再次难过 让她走不出这段过往 大卫见词也不好多说什么 她点燃了一根烟 还没等她说两句话 对方便起身告辞了 大卫有些失落 她和尤美一样 内心一直被车祸的事 受着煎熬 靠着赔偿金 她能让心里好过一点 可对方却拒绝了 她的这份好意 她不知该何去何从 尤美坐在大巴车上 看着青森的景色 想起了当年自己和丈夫再次游玩的经历 仿佛还如同昨日般 历历在目 可现在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父母不在 哥哥早逝 丈夫也离开了 现在的青森只剩下自己的嫂嫂 在经营着小旅店为生 因为多年未归 自己的房间已经被当作客房 嫂子便给了她一个格建筑 可惜嫂子并不想留她很久 还未放下行李 便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过来 虽然表面热情 但又没能感受到那份疏离 虽然都是少年丧夫 但嫂子已经再次寻到了真爱 一位有钱的富豪 不仅有老婆 还有两个孩子 听到这话 尤美不知做何回应 晚上大卫和的酩酊大醉 结果回家后就碰到了远道而来 看望自己的老母亲 她看到儿子这样的状态 很是担心 明白对方不接纳这笔钱 儿子就会一直活在痛苦中 于是她向亲子拜访尤美 请求对方的原谅 尤美这才知道大卫同样不好过 她深陷于自责中 还经常躲在房间里 偷偷哭泣 不过尤美没打算多管闲事 表示都是过去的事了 就此打发了大卫的母亲 晚上嫂子带着尤美 去参加了妇女团结 本来气氛很不错 可无意间尤美听说 嫂子已经把自己的事传了出来 丈夫去世的事再次被提起 她感觉心情抑郁 喝了几大杯酒后 便出去呼吸心性空气 结果在前台碰到了 带客户吃饭的大卫 尤美的心情更加烦躁了 要不是大卫自己也不会沦落到这般田地 顿时间自己的委屈和愤怒起起爆发 她朝大卫发了火 希望对方不要再出现在清森 这让一旁的客户也感觉很是尴尬 可大卫见她这样难过 更加放心不下了 直接带着客户来到了尤美的旅馆内 吃完饭后客户们外出散步 而大卫一个人喝起了闷酒 见到尤美后 她表示 自己会遵从尤美所愿 已经申请了调职 听到这话尤美有点不好意思 她转身想要离开 但被大卫拦住了 表示自己一直活在愧疚中 而尤美说好了忘记 其实并没有忘 拒绝接受自己的补偿 就是为了让自己痛苦 自己越是痛苦 尤美就越高兴 这样的话让尤美亚口无言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男人的一枪斥撑 她以为对方就是个木头人 永远没有表情 也不会难过 想来这几年 自己对待大卫确实过于严苛 尤美便借着归还旅馆落下的东西 来请大卫吃饭 并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不该总是说一些过分的话 两人交谈很是开心 大卫趁机提出 让尤美当自己的导游 在临走前好好参观一下青森 约定好的时间要来了 但大卫却觉得身体体温偏高 但即便这样 她还是如约碰面 为了不让路上无聊 她从兜里掏出了巧克力 花生 糕点 口香糖 这样的举动让尤美忍不住笑了起来 石田湖的景色 尤美但体力耗费巨大 等到划船到湖边的时候 天空又下起了雨 两人撑着一把小伞 到了附近的树下避雨 看到商店里的人都在看自己 大卫有些不知所措 好像自己在做什么坏事一般 最后两人来到了饭馆等待雨停 大卫冷得直打哆嗦 直接晕倒在桌面上 尤美伸过去一摸 发现对方已经稍糊涂了 居然强忍着一直没说 她不禁对这样的固执 感到好笑和感动 无奈之下 她就近找了一家旅馆 又请了附近的朗中来看病 待朗中走后 尤美便在旁一只手后 迷迷糊糊中 大卫睡得很不安稳 看到她虚弱的模样 尤美把自己的手搭在了对方手上 很快大卫便睡得香了 尤美发现 自己的内心已经不知何时起了变化 第二天两人吃着早餐 大卫自己刚刚已经接到通知 要去往国外的拉赫尔 尤美顿时觉得内心不安 谁都知道 那拉赫尔是霍乱流行地 几乎没人愿意去那里 她觉得这也有自己的一部分原因 更加难过了起来 倒是大卫释然了很多 也许到了国外 自己就会解脱 回到家后 嫂子八卦地问起 她和大卫发展到哪一步了 尤美当即撇清关系 并告知了大卫 当年丈夫出世的肇事者 听到这话 嫂子也不敢再多嘴 但回到房间后 尤美又禁不住想起了大卫 几日后 她在旅馆周边翻新植物 大卫悄声息地走了过来 把她吓了一大跳 两人像朋友一样聊天 大卫带来了给尤美的分别礼物 一想到分别 两人面色都不约而同地 凝重起来 一阵沉默后 大卫率先表白了心意 表示自己这几天 一直在思念着对方 她明白自己已经喜欢上了尤美 便想邀请对方 陪自己一起去拉赫尔 尤美当即拒绝了 她还活在过去 要是和肇事者在一起 那此生自己就是要在悔恨中度过 可当大卫走了之后 尤美又十分伤心 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心 回到旅馆后看到小情侣 成双成对 她心里无味杂陈 一晚上翻来覆去 睡不着 如果对方离开了 说不定这辈子都见不着了 此来想去后 尤美坐上了大巴车 赶到大尾的住处 两人四目相对 瞬间明白了一切 他们收拾了行李 一同坐上了车 可不知为何 一路上都是遇到红灯 在拐角处还碰到了一起车祸 两人的心情日益浮躁起来 从刚开始的激动 到渐渐的心情烦闷 尤美不知道这样是对是错 驶入半途中的旅馆后 两人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些 他们拥抱在一起 但却被急促的救护车声吸引 原来因为客人的丈夫生了重病 客人的呼喊 以及周围人的看热闹 尤美又想到了自己的丈夫 以及那场车祸的惨状 她还是崩溃了 大尾明白 当尤美说出那句对不起的时候 两人的恋情就宣告结束了 他们还是走不出过往 迎接不了新的未来 两人在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 大尾为其唱了分别的歌 并祝福尤美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幸福 尤美低头啥气着 第二天两人分别 大尾坐上了远去的列车 而尤美回到了两人划船的湖边 也许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大尾了 但也许对于这段剪不断离 还乱的感情来说 这是最好的结局 好了本期结束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记得一键三连哦 点赞订阅加关注 更多的好故事等着你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